大家好,欢迎回到品质生活 如何从饮食中获得足够的抗炎化合物和抗氧化剂 从而预防和逆转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慢性病是健康饮食的一个重要指标 我们生活的环境,每日摄入的饮食、经历的事情都会让自由基等各种毒素进入体内 对抗这些伤害的最好方法就是摄入抗炎化合物和抗氧化剂 而蔬菜是这些营养素的最好来源 蔬菜中包含的维生素C、E、B1、β胡萝卜素、番茄红素、花青素、类黄铜、胡皮素、液酸等物质 不但可以增强免疫功能、抵抗感染和疾病 而且也有助于保护身体免受自由基的有害分子的侵害 自由基会破坏细胞并导致癌症、心脏病和阿尔兹海默氏病等慢性疾病的发展 然而,要想获得这些营养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些人不喜欢吃蔬菜水果,没有主动吃蔬果的习惯 对于一个习惯中式饮食的人来说 虽然这个饮食习惯包括许多蔬菜 但是中式饮食习惯是烹饪蔬菜 就会导致这些营养素的流失 比如水溶性维生素、维生素B和C 它们对热和水十分敏感 在烹饪过程中会大量流失 钙、酶、钾等矿物质会流失在汤汁中 类胡萝卜素和类黄酮等众多抗氧化剂的分子结构 预热会被破坏 使得其抗氧化能力和抗炎能力失效或减弱 烹饪蔬菜还会分解纤维素 使其在促进消化系统健康方面效果不佳 还有蔬菜中天然存在的酵素也会被破坏 这样人体必须制造酵素来分解食物 从而加重身体负担 损耗人体精力和能量 对于众多慢性病患者和亚降康人群 只靠摄取经过烹饪后大量流失营养素的蔬菜 显然是不够的 发表在《营养与饮食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 患有糖尿病的成年人 平均每天摄入16.5克纤维素 这远低于建议的每日25-38克纤维素的摄入量 同样 发表在美国营养学院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 患有心脏病的成年人 平均每天摄入71.5毫克维生素C 低于推荐的每日90毫克的摄入量 对于抗氧化剂如维生素E 类胡萝卜素和类黄铜的研究 也有相同的结论 采用中式饮食的人群普遍没有生食的习惯 有些地区有吃凉拌菜的习惯 但是比例并不大 所以这是中式饮食的一个重大缺陷 而对比著名的地中海式饮食 以及日本的大自然长寿饮食 他们都强调生食蔬菜的摄入 采纳这些饮食法的人慢性病的发病率显著低于其他的饮食方式 这就足以证明生食蔬菜的有效性 所以生食蔬菜是一个非常有效对抗慢性病的饮食习惯 应当纳入健康饮食的一部分 很多人对这个观点其实还是有些不能接受 这一方面由于担心细菌和病毒污染食物 另一方面就是大多数蔬菜比较寒凉 尤其是消化不良的人群生食蔬菜会有不良反应 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饮食习惯的问题 中式饮食喜欢烹饪入味 喜欢软烂的口感 这就导致只摄入烹饪蔬菜的人群 无法得到足量的抗氧化营养素 但是任何事情都不可一概而论 蔬菜种类很多 各有不同的特性和品质 而每个人的体质也不同 所以完全拒绝生食蔬菜 就会错失一个绝好的营养来源 正确的方法是根据蔬菜的特点 和个人的接受度来区别对待 生食熟食互补 有些蔬菜煮熟的确会有很多好处 比如说豆角 还有一些未完全长熟的蔬菜 它们会含有大量毒素 生吃会导致中毒的危险 菠菜甜菜等蔬菜含有大量草酸盐 草酸与钙结合会导致肾结石 烹饪则可以帮助降低蔬菜中的草酸的含量 网上有很多健康博主 每天用生的菠菜鱼衣甘蓝制成蔬果汁 其实这里非常不推荐 每天喝的话很容易长结石 十字花科的蔬菜 包括花椰菜 鱼蚓甘蓝 豹子甘蓝等含有甲状腺种素的化合物 大量食用会干扰甲状腺的功能 茄子 辣椒等茄克蔬菜含有一种叫茄碱的凝集素 大量食用可能有毒 烹饪则可以大量分解这些化合物 从而解除它的毒害 有些蔬菜 烹饪可以增加某些营养素的吸收 例如番茄含有大量番茄红素 但是它们被储存于细胞壁内 烹饪番茄则可以打破坚硬的细胞壁 让大量的番茄红素得到释放 增加番茄红素的可用性 从而增强其对抗癌症的效果 同样 胡萝卜和蘑菇煮熟后 其中的类胡萝卜素和其他抗氧化物 更容易被释放出来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 花叶菜 鱼衣甘蓝和芦笋等粗纤维的蔬菜 生吃不容易消化 对于南瓜 红薯等坚韧且难以生吃的蔬菜 烹饪还可以使它们变得柔软 且更容易消化 并且增强蔬菜的风味 以上这些蔬菜 推荐煮熟之后吃 这样可以最大化的吸收它们的营养物 缩短蔬菜的烹调时间 并使用最少的水 也有助于减少营养流失 其他的蔬菜 如果经过烹饪会让维生素C 维生素B1 B9 甲抗氧化物平均流失80%以上 而酵素高达90% 所以对于它们 生食的好处还是远超它的风险的 在正确处理的前提下 它们给人体带来的好处 是熟食无法比拟的 以下10种常见蔬菜 它们的植物毒素含量相对较低 营养丰富并且口感好 大多数人可以放心的适量使用 它们包括 生菜 彩椒 黄瓜 蒜 洋葱 紫甘蓝 水萝卜 牛油果 西红柿和胡萝卜 既可生食也可煮熟 生食可以充分摄取维生素C和矿物质 如果要摄取更多的番茄和红素和β胡萝卜素 就需要煮熟吃 其他可以使用食用的蔬菜 还包括白菜 芝麻菜 甜菜 鱼鱼甘蓝等 生食不但有助于防止细胞损伤和炎症 还可以延缓衰老和皮肤损伤 抗氧化物和维生素 有助于促进健康的皮肤细胞生长 对胶炎蛋白的产生很重要 有助于保持皮肤紧致和弹性 防止皱纹产生 生吃各种颜色鲜艳的蔬菜 可以帮助确保您获得多种抗氧化剂的组合 但重要的是要采取某些预防措施 以确保它们可以安全食用 吃生蔬菜前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生蔬菜表面可能含有有害细菌和杀虫剂 使用前务必用盐水浸泡 并在流水下彻底清洗 及时已预先清洗过 必要时可以去皮 从而保证清洁 第二 确保将生蔬菜和其他食物和表面分开 以避免交叉污染 第三 选择新鲜优质的食令蔬菜 避免未完全熟透的蔬菜 另外 久制的蔬菜 营养成分就会降低 最后 注意食物过敏 有些人可能对某种营养素过敏 或者患有肠义肌综合症 生食会有过度反应 很多从未生食的人 刚一接触生食 也会有不良反应 这可能是由于体内的消化菌群 并没有及时的适应 这些都需要咨询专业人士一确定 总之 了解自己身体的特点 一旦养成生食蔬菜的习惯 不论你的目的是预防慢性病 瘦身还是逆龄 你都会发现 你的健康和精神状态 都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感谢观看